这一刻轻轻轻的抱着我 在哼那首我喜欢的歌 可惜远方注定这样的结果 不是谁的错 不明白爱情到底是什么 像雨中的花慢慢飘落 最后老去枯萎 只有寂寞 紧紧地陪着我 有点舍不得 心里好难过 眼中的泪悄悄地滑落 有点舍不得 过去那个我 只会傻傻地笑听你说 有点舍不得 心里好难过 孤单的夜晚 无处闪落 有点舍不得 过去你和我 一起去看 花开花落 也解决看 花开花落 你什么意思啊 我知道高秋朗是娘和六爷的义子 但是他一来到乌茶镇 就取得了明凯的信任 进而得到了谭家茶园的股份 现在还妄想控制整个谭家茶园 我觉得他的所作所为是别有用心 怎么 现在你不猜忌我 反而猜忌秋朗啊 如意 你一直让我提防秋朗 但是我怎么都不能相信 他会设计陷害谭家 他是我最好最好的兄弟啊 如果他也把你当成最好的兄弟 就算你收回了对茶园的控制 他也还是你的好兄弟 但是他如果只是为了一己私欲的话 我觉得那我们是引狼入室 你想怎么做 我觉得谭家茶园 不能过分地依赖外人 首先 我们应该先清除他安置在茶园中的人 再一步一步地 收回对谭家茶园的控制和管理 为什么要清除秋朗的人 我怀疑当初的坚守自盗 还有秘方外泄 都是他的人做的 如意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这一切 都是猜测而已 我可不想伤及无辜啊 你放心 我会用我的方式 有分寸地让你看到真相 又不伤及无辜的人 好 我让你去查 可是你不许陷害他 我知道了 娘 秋拉哥 你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跟大小姐吵架了 她告诉你的 她也在喝酒 和你一样 一句话都不说 和柯 你爱他吗 爱 从你第一次给他披衣服 我就看出来了 我猜对了 可他心里只有你 我知道 可是我现在 真希望有个人 替我去好好的挨他 不要再伤害他了 为什么 因为接下来 我会对谭同两家痛下杀手 绝不留情 越来越狠 他会越来越失望 这种失望 对他是一种伤害 我明白了 要不 我带他回上海 不行 你不配 听见没有 你不配 我们俩的手 都已经不干净了 你别去碰他那颗心 你不配 柳月打电话过了 又催了 如意 如意 这把我悬在谭夫人头上的刀 现在居然悬在了我的头上 即使如意知道了你的身份 按他的性格 他爹的死他不可能不去查 到底是什么 让他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呢 如意的转变 是从去了谭家的那个山间别墅以后开始的 山间别墅 去查 阿康 去 查清楚 妈妈去他 平满满满 去他 去他 你啊 用不了多久 我就能够取代高秋朗成为谭明阳 成为谭家唯一的继承人 对不起 如果让别人知道谭明家是个野虫 我所有的计划都将付出东流 所以你得闭嘴 永远的闭上嘴 成为谭愿不订有谨言 是 是 没有妈妈 你怎么活呢 吃糖 吃糖 天花吃糖 花吃 吃不吃 吃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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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长哥 如果让你的儿子新手杀了你 我想 他一定会发 各位 最近茶园的经营比以前大有起色 这跟各位的努力很有关系 茶园就是各位的家 所以我们要对大家负责 从今天开始 我们会彻底的清茶账目 这件事就交给少奶奶负责 各位不用紧张 茶账只是为了发现 茶园一些内部的问题 还有弊端 内部问题解决了 茶园才能更好的发展 大家说是吗 现在的各位呢 都是茶园的精英骨干 所以请大家体谅 在茶账期间 请大家配合 不要离开茶园 我会单独找各位谈话的 如意啊 怎么好端端的要查账 高大哥有所不知 这个呢是谈家的规矩 年头年尾都要彻底查账的 老东家在世的时候也是如此啊 可是现在不是年头也不是年尾 你要是无端查账 会破坏生意的 去年事情太多 所以耽搁了 现在自然要补上了 更何况 仰歪必先安内嘛 解决好了内部问题 谈家茶园才能更好的发展 不给对手可乘之机 您说对吗 好 您看 如意是长精英 真好 好 那就茶吧 如意 我们谈家做事 一向磊落 尚伐分明 还没有调查清楚 就把工人辞退 会不会不太好啊 你放心吧 按照我的法子来 良悠分明 不会错怪好人的 少东家 少女呢 郭剑 你来长远的日子 也不短了 之前少东家 一直夸你是聪明人 我倒要问问你了 我这儿呢 已经有两封辞职信了 你应该知道是谁的吧 而且这信里 也写了不少事情啊 是张艺强和杨佩玲 他们 他们都说什么了 他们说了什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想补充些什么 不知道您说什么 既然不明白 我就把话说清楚 这两封信里写的什么 你应该比我清楚 而且我已经证据在握了 查账只是走一个程序 也给有些人一个机会 毕竟主仆一场 好聚好散 总比对驳公堂要好吧 是高秋朗 他让我们在茶园里面做内印 他还让我坚守自道 设计陷害老管账 一室茶园陷入危机 这一切都是他指使我干的 你说的 都是真的 是 他还说 一定要从邵东家手里 拿走整个茶园 邵东家 邵奶奶 我对不起你们 请你们原谅我 千万不要把我送警局啊 既然是受人指使 侮辱歧途 也是情有可原的 我们可以既往不咎 现在你有两个选择 要么继续在茶园 要么 另谋出路 我哪里还有脸 再敢留下来啊 我这里有一些钱给你 是工资 还有你的安家费 但是我要你在走之前 最后再替我做件事情 邵奶奶尽管吩咐 你去跟高丘朗道个别吧 我相信他这么做 我是有他的苦衷 不会为难你的 去吧 其实在郭剑来之前 我一直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 我也只是猜测 现在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人辞退了吧 真没想到 初心积虑 想要陷害我 算计我的 竟然是我最好的兄弟 敏凯 我知道你很难以接受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我相信他这样做是有他的苦衷 所以无论他做了什么 他应该还是你的兄弟 他们好像什么都知道了 不止是我 另外两个人也都被查出来了 少奶奶说 要走要留 让我自己选择 我说要走 还有很多没说吧 是不是把我也供出来了 他们肯定给了你很多钱 是给了不少钱 高老板 那我现在可以走吗 不能走 你出卖了大哥还想走 算了 让他走吧 我告诉你 要不是大哥心软 我要了你的狗命 滚 谢谢高老板 少奶奶说了 你有你的苦衷 你一定会放我走的 来之前我不信 现在我信了 他们是好人 求老哥 如意好像知道我们所有的计划 你所房子 查了没有 哦 里里外外都查了 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好 真好 自己布下的棋子 把我自己逼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真好 哥 如意已经用她的善良 赢得了所有人 你很快就会成为孤家寡人了 你还要继续再斗下去吗 我早就是孤家寡人了 不是吗 再说了 你觉得 我一定会输吗 疼 我全身都疼 全身疼 四如 忍一忍 忍一忍 四如 你要坚持下去 你不是答应我 要戒掉的吗 对 对吧 严调 我只能好难受 我只能好难受 我感觉好多虫子在爬 忍忍 四如 忍忍就过去了 听说这戒的头几日最难熬了 你只熬过这几日就好了 四如 四如 对 我要紧 我要紧 我紧 可是我真的好难受 娘 我实在受不了了 你帮我去找高丘了 你把下山都给她 我要掩渡 掩渡 掩渡 我没有掩渡 我受不了 四如 要求你了 四如 该死的是我呀 要不是我让你去报仇 你也不会被高丘老 当成利用的工具呀 好 就是拼了这条老命 我也要跟他同归于几 不要去 要死也是我死 只有我死 才能帮助头家 四如 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了 你要是死了 你叫娘怎么办呢 四如 你是我和娘的心儿 咱们娘才就绑到一条手子上 你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 四如 快把她绑起来 娘 娘 娘 你是我等的最后一个人 现在你终于来了 一路 走 来喝杯茶吧 明阳少爷 如意 我做得最错的 可能就是不应该小看你 可是我从来不敢小看你呀 就算我已经掌握了你 坚守自盗的证据 还有你手提供的证据 如何处心积虑地接近明凯 引我做棋 是谭同两家帆木 最后陷害谭家 我都只敢坐在这儿 等你 那是因为你怕 你怕我把另外一个秘密 公告天下 我希望你能够就此罢手 毕竟你也是谭家的人 如果你可以现在停的话 我可以给你一个公道 公道 你知道什么叫做公道吗 我来告诉你 谭夫人一败涂地 谭家得到应有的惩罚 这对我来说才叫公道 和明凯她是无辜的 要怪就怪她 不应该接替谭夫人 那个妖王的孩子 夺走了我在谭家的一切 怎么样 没话说了吧 现在你还想跟我谈什么公道吗 谭夫人的孩子并没有妖王 因为那个孩子就是我 我就是谭夫人亲生的那个孩子 也是你同父异母的兄妹 对不起你说什么 我爹之所以寻死 就是因为他知道了这件事情 他找到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也看着我走进了谭家 所以他用自己的死 捍卫了我们两个孩子 所以你并不是谭家 唯一的继承人 因为还有我 不可能的 你怎么会是谭夫人的女儿呢 就算是你也证明不了 就和我一样 我也证明不了 我是谭明阳 你威胁不了我 我没有必要威胁你 血缘和亲情 根本不需要用来被证明 我只是希望你能放下所有的恨 因为你也是谭家的人 你是我哥哥 不 只要谭夫人活着一天 那就不是我的家 如意 你和我不一样 你相信亲情 而属于我的亲情 当我还是个强暴里的孩子的时候 就已经被剥夺了 所以我的心里 只有恨 所以 你还是选择继续坚持 对 那我也会继续捍卫我的家 如意 如意 我怎么也想不到 最后跟我对决的人 居然是你 那好吧 我们就来赌一场 但是我要提醒你 迪佩对你很不利 你想想看 如果谭夫人知道了 自己憎恨 折磨的 是亲生女儿 那她会怎么样 是 对 我 所有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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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条不归路 走到青天的地步 是你咎由自取 知道吗 你说的没错 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儿子和丈夫报仇 而葬送了自己的女儿和整个童家 高丘郎 我能给你的 已经全部给你了 我这希望我能换回一个健康的私弱 换回一个健康的私弱 阿康 你说谁能换回一个健康的丘郎呢 我和佟思若一样 被人推向这条复仇之路的时候 就从人变成了鬼 我们除了复仇还是复仇 什么都换不回来 难道你要我女儿 一直人不然鬼不鬼地活下去吗 要么 她就像鬼一亚抽下去 要么 她就重新做人 不过这不可能了 你放心 我会说话算话的 只要同私弱活着一天 烟土 就供一天 为什么 我来看她 你我们应该被生了 为什么 你还让她去 不要 我 你还愿意 你也不能 就别愿意 陈诵 我 这是 这 你凶手在这儿 原来 原来是你 是你害死了我的丈夫 你这混蛋 告诉你 害你的人是如意 能救你的人还是如意 那要看他 怎么用清清化解了 佟夫人 如果你想保住 你们孤儿寡母三条命的话 就给我闭上嘴 捐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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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铺 铺 下日 怎么这么清晰 回去 给我 记得 我已经查清楚了 一直以来陷害茶园的人 就是高秋篮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起码要有个凭证啊 你是拿不出来 还是你在陷害他 妈 如意跟秋篮无冤无仇 为什么要陷害他 是真的 所有的监守自盗 还有秘方师妾 都是秋篮安排在茶园的人所为 知人知面不知心 如果不是他心里有鬼 怎么是两天态度 完全变了一个人 你敢说 你从来没有做过 瞒着我和明凯的事 娘 我从来没有做过 对不起谭家的事情 谭夫人 少爷 少奶奶 我求求你们 救救私弱吧 妈 快起来 怎么回事 我娘用童家全部的财产 跟高丘朗换了烟图 是高丘朗一直设计陷害思弱 思弱现在没有了烟图 根本没有办法活 我求求你们 救救思弱 救救佟家吧 敏感 等等 敏感 敏感 你要去哪儿 我去找高丘朗 别去啊 如荫 你别劝我了 他害我无所谓 但是把思弱害成这个样子 我必须找他算账 明凯 高丘朗就是谭明阳 对了 好 自然说 好 自然说 我必须找到 嗯 怎么还要 我必须找到 再多地 我必须找到 但你去帮我们 我必须找到 你 我必须找到 她跟我娘说 我是富贵命 一辈子 锦衣玉食 荣华富贵 儿女双全 子孙满堂 就算要嫁人 也是用八台大轿 抬着我进童家 曾几何时 这儿的一门一戳 一桌一移 我就算是闭上眼睛 我都知道在哪儿 丈夫没了 儿子没了 就连整个家 都要改名换姓了 我终于知道 我的命 我这一辈子 只不过是那算命的 为了要那两分钱 所编出来的谎话 我自己就去 等我 我自己就去 和你 我自己的 也不过是 是我的儿子 真的不知道 我该怎么叫你 要是你愿意的话 可以叫我哥 是哪些叫你 我抓你 这是哪些 我生了你 是哪些 我来说 鸡肉 是 我 在这儿 帮我 我 祝不 你 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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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佟家怎么办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佟家 就这么完了 如意 我不想你再牵扯其中了 你我夫妻同心 谭家也是我的家 为谭家分忧 你是我应尽的本分 而且你也说了 高丘朗人姓魏名 心中还念一份 心中还念一份情意 所以我想再试试 再让我想想办法 我一定要救回佟家 我想去一趟佟家 高丘朗一定会去收佟家的宅子 我不能让佟家三个女人流落街头 少爷 少爷 是娘找我们吗 不是 夫人她昨天夜里就去上海了 是 这么说 娘已经知道高丘朗 六爷 有位谭夫人要见您 我让我进来 是 我让我进来 是 宅家 你怎么来了 你应该想到的 迟早会来 这回我还真没想到你会来那么快 来 来 坐 好一个气派 又富丽堂皇的宅子 你果然不是当年的小六子了 我来和你做一个交易 席儿工厅 你归还童家的一切 并且发誓 不再和谭童两家为敌 我就会去说服我娘 请她接纳你 让你名正言顺地继承谭家 并且我也会和我爹一样 用性命担保 绝不说出 我就是夫人亲兄女儿这个事实 我凭什么相信 你会拱手相让谭家呢 为了获得一家人的宁静 我宁可一贫如洗 我已经失去了我爹 不能再失去其他亲人 况且 你也算是我同父一母的哥哥 也算是这个世界上 我唯一血脉相连的亲人 要是我不答应的 你会答应的 因为你说过 你早晚要拿回属于谭家的一切 否则你不会用制同家 以死地的这样的方法 来逼我 你把同家的东西还给他们 就是要以唯一继承人的身份 得到谭家 这样 你才好完成对你义父的承诺 告慰亲人的亡灵 还有 让自己的心灵得到解脱 我满足你 你赢了 我退出 你觉得谭夫人会答应吗 那就是我的事情了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归还同家的一切 不 不是现在 你还没有说服谭夫人 我给你三天的时间 你要么让我名正言顺地继承谭家 要么 我这谭同两家与四弟 请 我 我做梦也想不到 一直以来 在幕后谋算我们谭家的人 然后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闭上了眼睛 听风在呼吸 仿佛昨天在眼睛 从不曾离去 思念在逃离 回忆那么精细 恍然之后才发现 赢了世界却丢了自己 是我错怪了你 迷雾遮住了眼睛 落花时间虽然那么美丽 下一秒之不见踪影 是我错怪了你 乱世无力看风景 若听言语中 去向何方里 我把幸福留在眼底 是我错怪了你 迷雾遮住了眼睛 落花时间虽然那么美丽 下一秒之不见踪影 是我错怪了你 乱世无力看风景 乱世无力看风景